这三类化妆品千万不要多买 比如说柔腹水 爽腹水 化妆水 精华水 它其实一个东西 你选一个就行了 乳液面霜 买一个也行了 油皮直接选乳液 干皮直接用面霜 它就是一个浓一点 一个稀一点 有啥不一样的 再就是精华液 基底液 还有什么原液 安平 什么前导精华 这些全部 所有的都是一个东西 就是商家编出来很多词 来卖你很多样而已 还有一点 其实我们的文文碌碌 斑斑点点 包括松垮下垂 眼带泪沟 这些皮肤问题 大部分就是皮肤 长期缺水 缺胶炎蛋白流失导致的 美容院卖护护品给你 它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的 给你推荐一大堆的 项目和产品 前天我生我儿子的时候 我右边这个法令纹 比左边明显要生很多 松垮下垂特别严重 你看现在 基本上就好了 你想要皮肤好 你做好这两件事就行了 其他都是扯淡 第一 平时一定要做好 深度的补水 保湿防晒 第二就是 补充胶炎蛋白 这两个事情你做好了 皮肤问题一般就不会有了 还有一个就是 普通的补水面膜 根本不可能做到深度的补水 表面工作而已 如果你家里条件不错的 你就一个月去做一次胶炎培植 其实也很便宜 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胶炎培植 它既能深度的补水 长期锁水 还能培植和修复 我们皮肤里面新的胶炎蛋白 就让我们这个脸蛋 碰碰碰的 就水嫩嫩的 你坚持使用之后 你会发现 你比同龄人都年轻 我今年40岁了 这也是我比同龄人 年轻10岁的秘密